這是桃園機場接二航廈的行李處理場 在後方可以看到旅客的行李 還是不斷在被輸送當中 我在這邊其實在前一天 淹水高度來到了這個位置 行李輸送帶持續運轉 上面還擺滿許多行李 但是仔細一看 地面上還是滿滿積水 工作人員開拖車經過 還能見幾小水花 還有許多人趕緊拿著拖把 要將積水清理乾淨 有民眾拍下影片 在淘雞大淹水時 竟然上演行李漂流記 讓民眾好擔心 自己的行李 會不會也遭受到同樣待遇 但事實上 旅客行李在出境拖運後 輸送帶會傳到地下一樓的行李場 所有出境行李都會在這裡處理 目前各家航空公司 還在研討如何賠償旅客 例如新加坡航空 會與旅客一同鑑定 依行李損害程度再做賠償 但當務之急還是處理這堆積如山的行李 原則上是要他出來 我們就盡量想辦法幫他處理 但是沒有辦法說 沒有辦法可能沒辦法全部吧 淘雞會自行吸收100元運費 委託快遞公司把行李送到旅客手中 到我們現在為止 這個我們還沒有消息說 我們的行李極點可以到馬尼拉 那我們團裡面認識的人呢 昨天還有沒有應付壞 今天有沒有應付壞 真正超過24小時 終於讓他拿到行李 但也有旅客收到行李後好崩潰 為什麼都是濕的啊 好 去把它擦擦 洗衣箱都濕的 來泰國的第一件事是幹嘛 曬衣服 貼身衣物濕透想換還沒得換 行李內的中藥化妝品都遭殃 一場大雨淘機淹成水上機場 出進行李輸送袋 疑似就是造成行李濕透的原因 但行李全濕 接下來幾天該怎麼玩 讓旅客好掃興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